5月21日,美国电动车大厂特斯拉首席执行官马斯克在莫斯科举行的一个视讯会议上表示,特斯拉快要在俄罗斯开设工厂了。 俄罗斯联邦工业和贸易部随即发推文,邀请马斯克到俄罗斯讨论开设工厂的事宜。 推文说,我们对本地制造商会提供很多政府支持,来与我们见面吧,我们谈谈。 特斯拉目前在中国和美国设有生产基地,但上个月在上海国际车展被一女子以刹车失灵抗疫。 之后,中共党媒新华社发文批判,特斯拉中国高管曾表示,抗疫事件不单纯,背后有人。 据路透社报道,北京和上海的政府机构官员已经接到口头指示,不许在工作场所停放特斯拉汽车。 新唐人记者李清怡、刘芳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